出走英國快閃法國已經來到第四集 我們今次來到歌劇院附近的巴黎咖啡館 未訂閱的你呀 想看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按個小鈴鐺訂閱 就可以得到最快的資訊了 今次來到法國巴黎的歌劇院附近 它位於和平大街的交界 所以就叫做和平咖啡館 不說不知這棟建築物其實是歷史遺跡 1862年開業的和平咖啡館 到至今已經一百五十多年了 仍然立不倒 現在是附屬於周濟酒店的 記住要訂位因為沒有訂位 進不了你 我們今次快閃在週末真的不著數了 和平咖啡館平日有午餐套 價錢比起正價便宜一大折 我們沒辦法 快閃通常星期六日 很多餐館都不開業的 和平咖啡館算是少數 都在周末開檔的餐廳 每一道主菜都會跟著這個餐包 這個不是非一般的餐包 是超級好吃 和是圓形的法式牛角包 上桌的時候還是熱辣辣脆薄薄 一咬開那一下 真是愛脆內軟 外層脆薄薄的口感 還飄逸著牛油的香味 少少甜甜的 內層也不會太油膩 很鬆軟的 另外我們點了這個朱古力 和平咖啡館除了Opera蛋糕 出名之外 另一種出名的就是這個 白色的農情朱古力 這個跟上桌 就是分開了一杯融化的黑朱古力 和一杯熱牛奶 要你自己 按你的喜好去加多些朱古力 還是多些牛奶 我們不管了 兩杯都混在一起 這杯朱古力 一定要試 小時候也聽過 如果太多牛奶味 朱古力味都沒有定期 但是這杯朱古力的香濃 一點都沒有被牛奶味掩蓋 這杯朱古力 還是一喝一杯 是充滿幸福感的一杯朱古力 法式的餐 是很有儀式感的 上碟的時候 就用玻璃罩 罩著這個 意粉 在你面前 打開罩 當玻璃罩打開 是有一絲絲的興奮的 但當你看到碟裏 只有五隻的詩音的時候 心裡又有少許的失望 當你咬了第一口之後 你又提升你的滿足度 因為這個意粉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們不是平日去 週末去要散喚 所以這碟意粉 都要29-27歐 這個闊條麵條很煙能彈 而且每一條都包著醬汁 醬汁是海鮮味的 又不會是很腥的味道 底部有肉醬的 是略嫌 只是那五小隻 是少了一點 不知道是不是這裡的詩音特別貴 這個意粉越吃越濃味 因為底部有大量的肉醬 肉醬裡面有很多芝士碎 巴馬山芝士碎 再來另一個主菜 我們就點了牛扒 這個Rib Eye 我覺得這裡 和平咖啡館的擺碟 都是比較簡單的 沒有特別多的配菜 好像這個牛來說 都是圓粒的薯仔 吃牛扒也是吃牛本身的質素 這個牛的確挺軟的 挺漂亮的 還有我們點了Medium 這個Medium的山熟度 真的剛剛好 不會整碟一切開就有血水 還鎖住了肉汁在裡面 吃下去不會太生 還有一些牛肉的香氣 不至於一切開就會整碟的血水 然後這個牛扒 這個香草的Mustard醬 也是比較特色的醬汁 所以也要試一下 再來我們點了一個甜品 這個歌劇院附近的和平咖啡館 另一種招牌菜就是這個Opera的蛋糕 Opera的蛋糕是法國一款 非常傳統的高級蛋糕 外形是方方正正的 結構好像很簡單 但實際做起來也不容易 它主要是分了三種不同質地的蛋糕 這樣反覆搭製而成的 這個和平咖啡館的蛋糕 每一層都是三種不同質地的蛋糕 有杏仁海綿蛋糕 咖啡奶油的Cream 以及巧克力 最後就是在上面 有一層薄薄一層的巧克力 就好像Opera的舞台 所以就命名為歌劇院的蛋糕 這個歌劇院的蛋糕調和了 咖啡、朱古力、杏仁、奶香 這四種的香氣 其實看上去好像很簡單的一片蛋糕 為什麼這麼貴呢? 原來它的厚度要很精準 即是那三層的蛋糕 以及每一塊都要保持相同的濕潤、蓬鬆 才可以顯出整體不同層次的滑滑口感 就是因為這麼難做的 所以以前只是那些皇宮貴族才可以吃得起這個蛋糕 人家說吃完一口就好像去了歌劇院的舞台一樣 說真的,膚淺的我沒有這種感覺 不過我也知道這個蛋糕應該也挺難做的 一層一層的樣子 每一層都盡顯廚師的心機 這個蛋糕有香濃的朱古力 也有濕潤的感覺 還有淡淡的咖啡香 再來我們叫了拿破崙 老字號果然是老字號 只是簡單的幾片千層酥裡面的吉士甲心 已經是與別不同了 拿破崙蛋糕的法文 其實就是有一千層酥皮的意思 所以其實拿破崙的蛋糕也是叫做千層酥的 起初一款蛋糕就不是叫做拿破崙蛋糕 不過當這款蛋糕傳到意大利的時候 在意大利的一個地方叫做拿不辣絲這個地方 就做千層酥 人家經常用法文的拿不辣絲去形容這個千層酥 它又跟拿破崙的發音相近 所以人們索性就叫做拿破崙蛋糕 和平咖啡館的拿破崙蛋糕 它那一層的千層酥就比較硬脆一些 它硬得來也很鬆脆的 切開的時候也不會說一夾不起來 或者切不開 你看看那個邊位也是非常工整的 而且你看到每一層都好像有一千層一樣 不知道怎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這個千層酥雖然是比較硬身一些 但是也有鬆脆的效果 裡面的吉士醬不是用了雲呢拿香精 而是用了新鮮的雲呢拿紙去製成 所以配搭起來真的是一個完美的配搭 碟上還有一些焦糖醬 暫時最貴啊 最貴就是在和平咖啡館這一餐 一件蛋糕都十五毫 接下來再介紹多些法式的甜品 移民來到真的接觸了很多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文化 不敢想起聖經裡巴別塔的故事 發覺就在英國的旁邊 都已經大大的不同了 有時候我們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國家 這麼多不同的語言文化 畢竟語言和文化都是移民的一大難題 儘管如果我們學好我們的文化 或者我們的後代在那裡出生 但是我們的膚色和基因都真的改變不到 我想正正上帝就是想告訴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要融入真的要整個社區的包容和愛 這真的是基督的愛才能做到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都喜歡我更多的分享 就記住要訂閱訂閱訂閱給個讚我們 多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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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推 package 你應該推 Thomas